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永诗老师 很开心可以再次透过影片 跟大家介绍分享一些不同的牌卡的运用 那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另外一种图卡 但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工作方式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所谓的心灵拼贴 心灵拼贴源自美国 由一位Sina Foster女士呢 她所创建的一个系统 那我是在前年的时候呢 拿到了这个美国心灵拼贴指导员的认证 那时候接触她的时候啊 其实我就发现说 哇,这就是我很喜欢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结合了两种 我觉得啦,两种不同的工作模式 这个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第一种就是,你看嘛 它叫做心灵拼贴 在拼贴的部分 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很像艺术创作的形式 就是我们透过剪刀 透过胶水 然后去拼贴一些图案 剪下来做一个拼贴 这是她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式 但第二个它其实很好玩的就是 它其实是透过拼贴 然后来做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图卡 跟一个牌卡 而你看呢 这就是它心灵拼贴规定的一个卡片的一个大小 好,那所以它很有趣的就是说 它除了是叫做自己去制作这样子的一个卡片之外 它另外一个功能就是 你其实就是可以在累积了很多卡片之后 你来做所谓的一个抽卡读卡的动作 那因为这个卡片是自己做的 所以呢 你可以就是几乎是完全不需要别人的解读 别人也没办法解读啊 就是你几乎都是可以知道说 到底为什么 就是这张卡片要告诉我什么 那再来呢 如果以牌卡类别来做区分的话 它其实是属于投射联想卡 因为它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文字的 那它的拼贴方式其实也跟所谓一般我们在做艺术创作的形式是不太一样的 首先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原则性的是 它其实是要剪贴一个人物 然后后面再搭配一个背景 那除了这样的手法之外呢 它其实有把这个所谓的拼贴卡片分成四个类别 还有一个类别是比较独特的 那这个类别就是叫所谓的成员卡 那它也是我第一张在课堂上的时候拼贴出来的卡片 那成员卡的意思就是呢 这个卡片这个组别包含的就比较像是个人的内在 个人的一些特质啊 个人的个性这个部分 那我那时候在拼贴这张卡片的时候 我会觉得自己啊 里面就是有一个很想要去招待别人的那个服务性格在这个部分 所以我就拼贴了这张卡片 那除了这个系列之外呢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叫做社群卡 社群卡的拼贴 那这张其实就是我那时候在受训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一个老师 国外来的老师 那他就教我们四天的课程来学习这个工作的模式 那社群卡的意思就是说 是我们生命当中就是遇到的人啊 然后他对我们自己有一些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的社群卡 这是他的第三个类别的卡片 那另外呢 他还有一个类别的卡片叫做同伴卡 那这套卡片的形成也蛮特别的 因为他其实是以动物为主 而这个动物呢 会搭配所谓的七个脉轮的引导 是透过你的一个脉轮的一个冥想 然后去冥想你在每一个脉轮的一个力量动物是哪一个 好 所以这个是同伴卡 那他还有另外一组卡片 另外一组卡片叫做引导卡 引导卡就比较不是好像是你生命当中就是有关系的人物 他比较像是一种圆形的概念 可能有什么样的圆形 有什么样的神话 然后是会让你有一个对你而言就是有一个引导的效果 然后可以指引你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简单来讲 他分成这四个 这四个类别的卡片 但是他还有一个类别的卡片 比较特殊 就是叫所谓的超个人卡 但没有关系 我今天就是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 他有这样四个组别 那当你的这四个组别的卡片做的比较多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让他们就是来做所谓的一个问题的抽牌的指引 所以你可以问任何你想要了解的事情 然后就随便抽一张 然后呢就看看 这张卡片会让你有什么样的解读 那因为这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其实呢 你是很容易去做一些潜意识的连结 然后这也是我觉得他好有趣的方式 那这是我前年新的学习 也很期待呢 在今年或以后的一个时光当中呢 可以跟大家更多分享 心灵拼贴的趣味跟奥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